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应该有说真话的权利 把真相说给别人听 拍下来给别人看 这是每一个公民拥有的权利 所以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 我只是做了一个正常人 正常公民应该做的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 言论自由 但是目前我却到处东躲西城 时刻有被抓的危险 但是我不会妥协 我依旧会坚持我自己 说真话的 做人的权利 有公民的权利 我们谈到这个事件的由来 还得从大兴区火灾说起 11月18日晚 大兴区西洪门镇 新建二村发生了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19人死亡 8人受伤 火灾发生后 22起北京市就部署了 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 大排查 大清理 大整治 专项行动 目前北京的气温已在零度以下 但北京市政府却采取 一刀切暴力清退 强迫外来的租户 在数天内搬走 更以停电停水 确保达成 高效率的亲密 国内公共知识分子 对北京市政府的野蛮行径 提出了抗议 历史学家张立凡 法学家贺卫芳张千帆 社会学家郭于华 独立学者永建等 一百多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 联名发表了自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国务院 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指出 北京市政府在没有任何过渡措施 救济安排 安置方案的前提下 在零下几度的寒冷天气 强令外地人口 在几天内无条件的搬离租居地 甚至今天通知 明天就必须走人 否则停电停水 并随意处置其财产和物品 从而导致成千上万底层民众一夜间流离失所 这是对外来公民生存权 居住权 经营权 就业权 财产权 和能格尊严等基本人权的极度蔑视和肆意侵犯 是功难的无法无天 这是一起严重违法违宪 以及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 应坚决制止和纠正 北京外来人口上街抗议思维活动规模并不大 我相信也会随着中共维稳机制的启动 很快被平息下去 其实全国每年都有大量群体性事件发生 2003年 中国官方首次对外正式公布群体性事件的年度统计数据 这一年就高达58000起 2004年为74000起 2005年为87000多起 2007年超过10万起 自2008年之后 中国官方就不再公布具体的数据 据清华大学教授申立平先生推算 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 但为什么这些群体性事件没有对中共的政权形成冲击力 我的看法是 他们的发生基本上是自发性的 有的是警民冲突 有的是群体利益 比如说退伍军人的待遇 防改政策的改变等等 但基本上没有为公共利益 如民主法治 言论自由 人权律师等抗争的 首先这是出于人的自私本性 因为少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去为公众谋取公共利益 谁都愿意去达便车 也就是让别人牺牲自己不劳而获 其次老百姓与中共的经济同盟并未破裂 也就是经济秩序和腐败并没有影响到人民的生成 中国的腐败是比较特别的 绝不只是官员的腐败 应该说人民也积极参入了腐败 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就是人民一边痛恨腐败 一边分享腐败的成果 但这种自发性的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 因为自发性群体的抗议事件会产生管勇效应 众所周知 千里长提溃于疫学 疫学虽小 但是在洪水这样巨大的外力作用下 不但的侵蚀 掏蛙冲击 终于会产生一些小坑 进而变成大窟窿 最后形成大洞 大洞深入贯穿 最后就给大梯形成致命伤 管勇 管勇就是一根大管贯穿了大梯的中层 把江河之水群泻到堤防之外 有点几面 管勇就会导致决堤 不但出现自发性群体抗争事件 最终会演变为自觉性抗争 并导致中共暴政的崩溃 下面我回答一个观众朋友关心的问题 中共如何走向崩溃 我看到网上有一篇名为胡杜杜的文章 中共极权崩溃的五个步骤 我认为还是有新意的 我们不妨一起来分享一下 胡杜杜认为中共极权政权的崩溃 有五个步骤 第一 谎言欺骗 洗脑宣传 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 一般来说民众最迫切需要什么 极权统治者就会投其所好 宣传什么 所谓中国梦还有所谓的依法治国 实际上特权一直凌驾于司法之上 所谓的共同富裕 实际上却是官商勾结的加大盘剥力度 窃勾者猪窃国者猴 不管这些人GDP啊 中国到底增长了多少 民众的实际收入永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节奏 永远都只会处于一种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状态 穷几代人的努力 甚至都不够凑钱还房贷 第二 经济下行 矛盾重生 社会极具动荡不安 由于极权主义社会啊 官商勾结 政经 政企从不分开 利用国企垄断民生领域 肆意涨价 疯狂敛财 不但的挤压实体经济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的生成空间 而国有企业又无法抑制住腐败所造成的全面亏空千疮百孔 于是随着大批企业的跑路关闭 大面积的失业潮也随之降临 几乎所有集权国家都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民众的生成空间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洗脑教育 谎言欺骗开始不起作用 社会会陷入剧烈的动荡不安之中 第三 修建互联网高强 暴力维稳 矛盾进一步的激化 一方面 老死累死的人家徒势壁 另一方面 不老而获的人却家常登基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 真相一层层被揭穿 拒绝接受洗脑教育 日益清醒过来的人群越来越多 当谎言失去了欺骗的效益 集权就会陷于塔西陀陷阱 于是老修成路的统治集团 就会撕下最后一层温情默默的面纱 从此暴力工具 一手刀把子 一手笔杆子 建立疯墙疯网 高压维稳政策 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同时随着有权任性者 狂妄无知和傲慢无耻 只杀不住贪捞巨手 会进一步伸向最底层的民生领域 于是荒诞不济 惨不伦斗的 强扎写差 驱逐贪犯 非法拘禁 驱赶低单人口 等等损招摆出 不解决社会根本矛盾 只会使社会矛盾进一步的激化 一方面民众不可能停止 追求自由幸福的脚步 另一方面 统治者却一厢情愿的要加大盘剥 如意的力度 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千疮百孔 处处对立 暗藏危机的巨大火药筒 第四 底层互害 高层互斗 人能深怀恐惧 为了平息越来越大的民愿 统治者不得不采取 打掉一批民怨极大的贪官污吏 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哪家既得利益集团都不是省油的灯 谁想灭掉谁都不容易 两虎相争的结果 势必会激起来自集团内部 强力反弹和激烈的争斗 底层互害 高层互斗的结果 就是人能自危 人能深怀恐惧 造成一种人能都成为私害者 同时又成为受害者的 双重人格的怪胎 谁都知道集权是一种病 但一旦涉及贪腐家属的既得利益 便谁也不会松口放手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结果 就是外表光鲜无比 百花齐放齐唱战歌 而泪里面早已癌变溃了 想彻底根子越来越难 最终只包不住火 癌变溃烂连捂都捂不住了 这时候再想从根子上医治 已经晚了 第五 习老失败 暴力失效 陷于塔西托陷阱 而无法自拔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日益普及 习老欺骗越来越困难 随着经济下行 失业人口的增多 暴力维稳 杀鸡敬猴 也失去了他应有的威慑力 而以反强拆 反驱赶外来人口为标志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会站出来奋力抗争 此时极权主义的中共就命中据定 无可救药的走向了崩溃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